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final修饰的变量初始化的这个时机 就是说它有几种方式进行初始化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写了 说一种要显示初始化 一种是在对象构造完毕之前即可 好,那现在我把它复制出来 好,再来一个叫dimo3 finalfinalfinal 保存一下 好,final修饰的变量初始化时机 然后在这里面来看一下class 然后随便起个类叫做dimo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变量叫做int number 那么上来咱们先给一个时 public void,然后print 然后要打印这个number system.out.println println,然后打印这个number 能看到这意思吧 好,那我们创建对象 要调用这个方法是不是 创建对象 创建demo对象 demoD 就等于你有一个demo 创建对象之后呢 来一个d.println d.println 这种叫做显示初始化 那如果说我在这里面不加 不加这个int number等于10 那这样行不行呢 肯定有同学会说行 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默认初始化值是0啊 好,来看 编译 是不是出错了 他说可能尚未被初始化变量number 有同学老师 你这个不成员变量吗 成员变量不有默认初始化值吗 我们final修士的值只能被复值一次 所以他特别的珍惜这次复值 你这个int number呢 它是有个默认初始化值 但是这个值是无效值 那么成员变量的 成员变量的 成员变量的默认初始化值 是无效值 无效值 你看 我用final修士了 仅有一次初始化机会 结果你还给我一个无效值 给我一个0 那我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啊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必须对它进行显示初始化复制 等于10 这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是显示初始化值复制 然后呢 还有一种方式 说在对象的构造完毕之前即可 那么构造完毕之前 是不是构造方法呀 public diam 然后呢 括号 大括号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一个number 等于10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就把这个给删掉了 现在它没有进行显示初始化的在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无效值 但是呢 你要去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肯定要走这个构造方法 那构造方法这里面是不是对它进行复制了 然后呢 你得创建完对象之后 你才能调用这个方法啊 那也就是说 你复完值之后才调用这个方法 那我再输出number 是不是它是有值的了 好 来看编译 编译 运行 看到了吧 所以你用这个构造方法 对它进行初始化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一种是显示初始化 一种是构造方法初始化 有同学有想法了 说老师 能不能同时来 你说呢 能不能同时来啊 这能不能给个5 可以吗 来 编译 怎么样 是不是人说只能复制一次啊 你这现在两个双管齐下 是不是现在复制两次啊 所以不要同时来啊 好了 那这就是final 就是的这个变量 它有两种数字化 一种是显示初始化 一种是 在对象构造完毕之前 就是通过构造方法进出的话 好了 这个支点呢 咱们在这保持一下 这个抽谈呢 那么 如果你们在这边